姚丹 女26岁黑龙江人 北京大学 赛制本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这个女生好好看啊 非常漂亮 像滴滴热巴 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我叫姚丹 今年26岁 目前在北京大学 积极交易学院 就读一专生本 然后 有一点紧张 不好意思啊 然后是14年年底 来到北京 15年开始正式工作 先后从事过行政工作 商务拓展 然后以及最近两年的 电子商务运营工作 然后来到 菲尼莫署这个平台 这个节目 也是希望能够求的一份 和商务运营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做过电商直播在货上 对 做过一个月的时间 在天猫淘戏这个平台 做的是淘戏的直播 这也是我最近一份工作 当时离职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做的电商带货 它的商品 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 可能30家40家以上的 主播带货 也更有效果的 那你就选别的店做呗 对啊 所以离职了 离职以后 你还是再继续做 带货吗 这段时间在休息 然后再重新开始找工作 带货是不是特累 当时我在后期 是属于兼职主播的 公司一个状态 也就是白天八个小时 是要正常做我的 商务工作的 然后下班之后 是做直播带货 那也就是说 你得一连周转了 累啊 所以走了 所以还是因为累才走的 我想说的是 这个平台 我也不太喜欢 就是可以聊啊 你慢慢说嘛 你直播带货 也是这个状态吗 比现在能稍微放松一点 你放松一下 我看看 你来一个当时的那状态 我感觉一下 前面就是屏幕 前面是吗 好 哈喽各位 屏幕前的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 与新唐的直播间 我是大家的主播四月 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 带来几个新款 我们的产品 主要是折扣比较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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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能带的出去 才叫奇了怪了呢 对 所以可能不适合直播 最开始招你去 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 不是 当时就是纯粹的 一份上家运营的工作 过去的 那你现在这份工作 是在干什么 现在没有在工作 五月份离得直到现在 之前在英美平台 做的还是商家运营 例如他们入住的 这个商品的标题优化 香情优化设计 还有他们这些机构的 一些基本情况 以及怎么样去提高 他们的一个 RI转化 还有触盘 这工作挺培养人的呀 嗯 这一点要是说 我当时的那个平台 上层领导变动吧 连带着下面的一个人士 有一些关系 上层领导变动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其实领导 他的自己的一个工作方向 以及对我们之前的一些工作 区域划分 可能一些变动比较大 那你应该沿着这个方向 继续往下走 怎么跑去天冒店了呢 你可以继续做运营工作呀 慢慢说嘛 这时间不是还够吗 时长是吧 嗯 从英美平台出来之后 我是在最近这份工作 他其实最开始做的是 商家运营 在微信的 有三小程序上边 做了有四个月时间的 商家运营之后 是从商家运营这个部门 转到了一个 他们那个分支品牌 也就是说天猫店铺这边 但是如果说全部的中心 一天八个小时 可能全部要放在直播 这一块的话 可我为了一个工作 计划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出入 我希望直播 可以在我的工作之中 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 对 那你今天来找什么工作 商家运营和平台运营 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没有 你怎么中气不足 我可能这两天 熬夜打游戏来着 打什么游戏 王者荣耀 昨天晚上打到几点 两点吧 那你今天干什么来运营呢 我说昨天那个王者 就一直上不去 上不去就别打 先停一会儿 身体要紧嘛 嗯 你看你头发都黄了吗 还挺少 是吧 而且你现在瞧你这个样子 虽然你脸部轮廓还可以 你已经开始长斑了脸上 还有痘痘 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应该离开 那个医美平台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么说该回归 回归医美球二了可能 珍重生命 热爱生活 好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十四 有哪家企业 你是特别想去的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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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猪 猪老师 猪老师 他是哪个企业的 呃 猪老师是西游技企业 不是那个猪 你不知道他是哪个企业的 你为什么选猪老师呢 一擦一走一过擦肩而过 擦肩而过你就看上他了 刚刚一看又看上了 这太不靠谱了 就是可以聊啊 突然说我们医院有医美科 就如果你要是加入运营的话 嗯 你能做些什么工作 如果说您这边想要去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业绩的话 可能我对基础 我可能还要根据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机构 它的一个投入 它的一个花费是多少 投入足够的话 首先这个现场人员配置 至少要场子要两个 也就是现场一个咨询要两名咨询师 然后网上的咨询也要至少要三个咨询师 因为他需要负责不同各个平台的 然后手术的医生 各个方面他的一个牌班 他各的那个医生品牌形象 也要同步去做树立 去做一个树立和包装 我觉得非常好 行 咱先不说这个了啊 你满意了 这个朱嘉一那事还在我这搁着 福磊老师放过 放过你 没有 我没说 他说放过我 我没说 你刚才不是说这句话吗 我已经说回来了 你是不是很随性的一个人 你面向是高朗的 但内心是逗比的 往往啊 运营这件事是一个万金油 即便是在一美类的部分 刚才你讲的那是道理 没错 对吧 但是它不是亮点 你现在刚才讲那些流程的话 会导致现在用你的人 不觉得你那一万次值 这意味着你今天求职有没有准备 我知道 但是我必须承认一下 我对于各位 对 你没法准备 你昨天晚上打了两点 往这 对 这个我理解你 所以很抱歉 对各位领导 对于你现在求职来讲 你一直表现呢 就是比较的漫不经心 随意 专注度 还有职业度不够 我觉得你要一万四是比较高的 你建议多少 我们问一下姑娘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调不调薪酬 八千 挺老实的 哦 这么听老实的话 嗯 八千 挺老实的话 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 不太情愿 不情愿你就不要调 咱就真实一点 那我取一个中间值吧 一万 心甘情愿的不 心甘情愿的 第一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八盏灯 天生我有财 对 它不像是一个职场上的人的行为方式 嗯 一个职场新人换三份工作 那个很正常 但是呢 你换每一份工作得让我看到提升 换没事 比如说你在换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找到了自己 你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然后你在这个职业上呢 换的值得 越干越好 越干越深入 这样的话我觉得 那别说三份四份 这个都有可能 我其实在来节目之前 有前段时间找过一个新的一个工作 嗯 当时聊的是都OK 薪资各方面 也是一个创业公司 然后在入职的要前一周的时间 然后那边临时通知是说 呃 投资人觉得这个岗位 可能目前没有一些新的发展 然后呢 他就把我这边回绝了 创业公司有一些 确实存在一些不太稳定的因素 并不是说人为一定 嗯 因为我想走 所以要走的 嗯 有点委屈啊 那么说到这儿还想哭了呢 哎呀 我不委屈 告诉我们哭的点是什么 嗯 不是 他应该是说 他就被迫选择 也不是主动逆子 因为创业公司不稳定嘛 就是被迫选择 之前那个offer被推的这个事情 他其实 当时对我有一定的 是我在人生 在这几年找工作之中 第一次被这种放鸽子 其实那个工作 它的对我没有到这种特别大的打击 只是说今天聊起来的时候 刚好这个 任老师提起了说 这个工作换得比较频繁 其实不只是任老师这样说 我包括我自己也是觉得 嗯 工作 嗯 工作深夜来 其实换得好业其实比较多 然后我就发现 有的时候你坚持一件 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不是特别的容易 我其实在 不是特别熟的时候 话语比较少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自己 默默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领导他其实并没有看到 而且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说 哎 领导今天我其实在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说 我是一个特别有亮点的人 是说 哎 一提起邀单在哪个公司 他就是一个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哎 他做出什么业绩的 签证什么大单 但是我自认为 我在工作里边的敬畏心 还是有的每一份工作 其实每个人都会去做很多的工作 也会给公司去带来价值 但是你的价值怎么样 能够叫你的老板去知道 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者之一 但是今天的话 在舞台上的第一轮到现在为止 实话来讲 如果不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根本看不到你的亮点 因为这个女生 唠唠叨叨叨说了很长时间 没有抓住重点 而库尔特表现了 无限的同情和鼓励 朱家云的名字你都没记住 他是什么企业都没有记住 可是当这么糟糕的表现的时候 叶子龙突出来说 我愿意给你岗位 什么一个企业家上台了之后 都没有记住他们企业家的名字 然后叶子龙就要给岗位 我觉得曹熙今天说的特别棒 难道这个女孩她第一轮表现 有第二轮在讲这些 你所谓的废话的时候好吗 作为企业家 你凭什么亮灯 这个时候谁都有权利说话 你没有权利说话 我觉得她行 我愿意给她定位 这是严厉之严的执着 所有的企业家都可以表达出 对她的喜爱 因为我们都有岗位给她 而你不需要站在公正 客观的角度上 去看待这个女生 而不是把自己的立场 摆在情绪之上 好 可以了 这姑娘你要客观评价 颜值上不说了 准备上完全不充分 而且在职业素养上 的确对自己要求不太高 有点散漫 但脾气不招人烦 所以你现在别出神了 行不行 你别整个一穷摇女郎 那种感觉 咱在第二环节 努力地把自己的专业水准 拿出来 争取把你那一万 再回到你那一万四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父母反对我考研 还说女孩子学历越高 越嫁不出去 是这样吗 对我来讲不是 我的家乡 其实是在一个小的县城的 我知道 我的家乡在东北 是东北吧 是东北 对 我不能说代表说 其他的父母对自己女孩子的一个期望 怎么样去规划 但是在一些小的地方 其实父母不是特别地赞成女孩子 去在外去工作 然后你的学历 会一直要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可能我的父母 比较开明一点 从小比较尊重我自己的一个意见和想法 所以我的父母是说 如果能有机会多学习的话 可以支持我多学习 她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她的专业的训练 还有对这个题的理解的程度 还有她回答的这个条理的程度 得分不高 实际上是考察你 对于这种高学历 你未来的职业 人生的目标什么样子的 不 我觉得这条题考的 您说的不对 那条题不是考的 她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 这条题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女孩子 我也不会给特别高的分数 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 她跳出了题目之外 对 你没有明确地去 说这条题本身 但是这题问的 其实是说固有思维 在套你现在年轻人的人生的时候 你们应该怎么办 这条题 这句话就古代讲的 叫女子无猜便是得 她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的第一环节的专业度是够的 尤其是跟叶院长那边交流的时候 你是有专业度的 但我现在留灯到现在 我的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是 我担心你的职业度确实会有偏差 所谓的偏差是 你还是很照顾自己的 因为比方说工作地点 你写在北京朝阳 就是你好像对这方面 比较爱护自己 比方说不加班等等 我想知道是 这方面你自己对自己的规划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 不加班 然后也上班离家近 工作最好还轻松一点 那这个对你来说 你不担心未来的职业生涯 受到很大影响吗 我在前几份工作的时候 加班的规律实在是太高了 然后是我的身体脊椎 一直到现在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也是在前一份工作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专门休息了半个月的时间 去做专门的这个调理 我的脊椎去按摩 我插一句啊 颈椎不好 颈椎不好 还是打游戏到两点 你看你颈椎不舒服 或者腰椎不舒服 但你打王者荣耀可以打到两点 那如果有一件事情 你像打游戏一样 愿意通宵打蛋 这件事情就是你一辈子的事业 医美行业 是我最近在求职工作之中 最关注的 最中心的一个方向 别的还有没有 就取决于我们 还要不要留灯 我其实比较喜欢服装 造型这个方面的行业 大家一上来都盯着她的脸 而我一上来 就看到她颈椎是歪的 体态也是不太健康 我看不到她一个健康的美 是好多人看的只是五官五官 当然她很漂亮 但是我希望你年龄这么小的时候 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你的未来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既能够让你赚钱 又能够让你比较健康的 比如说瑜伽健身 瑜伽工作愿意尝试吗 我想好好考虑一下 第二轮选择去过里 叶子蓉你不是留灯的吗 其实她一上来以后呢 她给我回答那几个问题 我对她特别感兴趣 我为了你这个事呢 我还特别给我 那个分院院长打个电话 我把你这个简历也发给她了 她给我了三点建议 她对你的不满意 她第一个呢 跳槽太频繁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你在医美行业里边 工作的年限太少 才不到一年 第三点呢 我们这个岗位呢 是个低底薪 高提成的一个岗位 但是你要的底薪有点过高 她给我这三点建议以后呢 她就建议我不招 所以我 其实我还是看好你啊 我给你这个建议啊 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面对面的 跟那个院长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个集团嘛 你面对面的 跟我们分院院长 来争取这个机会 但是呢 今天我给不了你了